傳出賴清德西內閣司法院長 口袋名單是謝長廷 甚至他本人意願超級高 引發外界大炸鍋 謝長廷趕緊在臉書反駁 說沒有這件事真的提笑皆非 強調自己會暫時留在崗位 外交能力也好 法學素養 都是半瓶水響叮噹 在國內的司法界 就是個法律系畢業的學生 當司法院院長的話 讓台灣很多法律界的前輩 是個笑話 提笑皆非 千萬不要愛吃假生意 網友嘲諷來這套 要先放風聲試探一下大眾反應嗎 謝長廷要是真的接司法院長 我們才提笑皆非 司法院長是15位大法官之一 也是憲法法庭審判長 去年謝長廷一手創辦的 新文化基金會 就曾推薦他去當大法官 當時被質疑 謝長廷連小法官都沒有當過 就想當大法官 我做過原告 做過被告 做過證人 做過堅定人 沒有一個人有這麼多經驗 如果說原告 被告都可以的話 那全台灣差不多一百萬人 有這樣的一個資格 有借過人家錢 跟有跟人家借過錢 就是理財高手嗎 如果說真的這樣任命的話 不用等到大家跳腳 律師圈 司法圈先跳腳 看看謝長廷爭議一羅筐 從相信宋氣力有分身 大法辦事處蘇琪城事件 到跟著日本喊西事後的 核廢水可以喝 當駐日代表八年 被諷刺幫助日本代表 因此有人懷疑 這人事風向球可能是謝震營放出來 另外日本對謝長廷其實不買單 他在日本不是日本人或同鄉 對他不是那麼喜歡 幾個位置他都想要 如果要接司法院長 也大概就是圓他的夢吧 每一次什麼有重要位置 都謝長廷都會 好像都會被提到他的名字 有可能是他不甘寂寞 他告訴人家說我還在喔 有位置都想到我 沒有人覺得他OK 大家都在罵他 不知能不能獨立伸張正義 就怕司法的公正性 先被踩在腳底 記得是我們李玄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